凱傑 凱傑 嗨大家好 我是凱傑 今天舉重團練 大家一起來團練 所以如果你也喜歡 舉重的人的話 歡迎一起來實狀健身 團練 硬傑你舉的 很舒服 這樣子練舉重練多久了 大概三四年 可是斷斷續續了沒有連續 斷斷續續喔 那你這樣子目前舉到最重幾公斤 還是說舉重 舉重舉到最重幾公斤 抓大概最多最多 有生以來只有一次五十 抓到五十公斤喔 很多人很多男生 可能也很難舉到五十公斤 我這是女生的桌面 平舉的話呢 平大概六十五公斤喔 很厲害 你現在方便透露你的年齡嗎 年齡喔 你是說真實年齡啊 就是都可以 六十二歲 大家有沒有聽到 六十二歲 還一樣是可以 舉重的好嗎 所以不是說年紀很大 就不能舉重 那舉重給你帶來什麼改變 最大最大的改變是第一 活動度 所以你的活動度改變了很多 我以前我的醫生都說 我沒救了 你那個 那個腳踝那個活動度啊 就像一般青蛙腿一樣 一坐一蹲下就倒下去 往後忙 那他就說 你也不要難過 就跟他合同的動作 喔 所以醫生也沒辦法就對了 對沒辦法 啊要上大號一定要做事的 沒有辦法 所以也蹲不下去就對了 對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蹲下去了 喔 你看一下我的蹲姿多麼的好看 蹲得很標準耶 是喔 所以這個就是練舉重之後 就蹲得下去了 很難想像 62歲還可以這樣子舉 好我們待會兒來看看 硬杰的表現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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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練多久了 我練多久了喔 今年4月開始吧 4月 所以也練了半年了 那舉到最重多少 舉到最重抓最多 47吧 47公斤 對 很厲害 對 但只有成功一次而已 也是很厲害的 對 好 OK 那剛才看到 我們的團員 又12歲 都可以這樣子舉了 你才幾歲 你就說你不行了 所以 只有要跟不要而已 是不是 所以只要你肯做 肯踏出這一步 肯來練 相信一定都會有改變的 我們呂大哥 你練多久了 我大概十個月吧 練十個月喔 那這樣子舉重對你改變 你覺得變化最多的是什麼 最多的 可能就是關節靈活 關節活動度 對 或者改善很多的地方 改善很多的地方 改善很多地方就是 可能就是腿吧 腿的 腿改善很多 對 也變很靈活 對 抓的話大概六十 六十公斤喔 那挺舉 挺舉 大概七十五 七十五公斤 那方便問你現在年齡嗎 呃 五十七 五十七 各位觀眾 你沒聽錯 五十七 好不好 所以剛才 一位62 一位57 所以 年齡不是問題 六十五公斤 來 六十公斤 是不是 是不是你剛從越南回來 所以腳特別軟 越南風情嗎 嗯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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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生氣 要我過去看 兩人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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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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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